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老玉惊怒的 你 你们 那几名叛变的舞者脸上浮现出了愧疚 说道 形势比人强 我们只是不想死而已 老玉咬牙切齿 喊声说道 城主大人和夫人平时对你们如何 那几人头低的更低了 自知羞愧 不敢抬头见众人 软红玉淡然说道 由他们去吧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性 怪不得他们 不错 十大局者可活命 还有没有要弃暗逃明的 洪君换冷冷冷的扫射了一圈 再无人吭声都是一脸的视死如归 好 好啊 好啊 果然很有骨气 洪君换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 指着那几名投降过来的舞者说道 为了表归你们的评论 为了表彰你们的诚意 现在就你们几个先出手 每个人给我取三个头颅过来 就能证明你们的真心了 啊 什么 那几名舞者都是大惊 一下子傻了眼 冷汗层层的从身上冒了出来 哀求道 洪大人 我们几个实力低位 根本打不过瞩目他们 洪君换脸色一沉 喝道 我不需要实力低位的渣渣 若是实力不够 有没有战功的话 要你来何用 洪月城 不养废人 那几名舞者呆滞在那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此刻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怎么 不想立功 洪君换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和杀机 哼道 既然如此 要你们这些渣渣何用 一并杀了 你 你羞辱我们 那几名舞者羞愤交加 一个个脸上紫得如同茄子 大吼着冲了上去 想要拨命 哼 几只蝼蚁 难道还以为有跟我谈判的筹码 洪君换举起右手 一道蓝光 在掌心汇聚直接拍了下去 一圈掌尾荡开 在空中扫荡过去 砰砰砰 一连串如同压碎石头的声音 那几名舞者当场骨骼尽碎 喷出了大口血来 被一掌压成了肉泥摔在地上 死得惨不忍睹 不少江家的女眷都惊恐地叫了起来 那死状太过恐怖了 七星五地 软红玉脸色沉了下来 这红君换与自己的修为相当 但从刚才出手看 似乎要更胜一筹 他传音给身前的那名老玉说道 何婆婆 你立即带着若梅和若冰逃走 不过一切的杀向传送区域 只要逃离了红月城 立即前往北域玉禅宗 玉禅宗乃是北域十大派系之一 与红月城的关系极好 特别适合江家来往异常密切 何婆婆脸上闪过桀骜和不愿之色 但是在软红玉苦苦哀求之下 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 开始交代后事了 红君换自然看出了他的传音入密 冷冷地笑道 今天谁也别想走 杀 他一声令下 身侧的舞者都是纷纷出手 朝着那些女眷而去 软红玉正要迎敌 突然李云霄直接挡在了他的身前 说道 你们都走 这里留给我 他脸色阴沉无比 一出手便是一招大风火轮 恐怖的元素之力充满大厅 飞速的朝着那些舞者悬去 啊 啊 接连准几声惨叫那些舞者恐怖的发现 九天地气也无法挡住那恐怖的风火之力 沾上一点点 立即被烧成了灰烬 软红玉愣了一下 眼中挣扎之色 一闪而逝 这种关键时刻 他也不是矫情之人 随即说道 保重 顿时一道剑影从身上冲出 刺破天穷 喝道 跟我走 江家之人纷纷跟随其后 那名合魄魄断后 十余人鱼冠从刺破的天穷上飞了出去 红军焕大惊怒道 庶子 该死 都给我追 那些手下震慑于大鳄鱼的威势 听到命令后 如释重负 纷纷冲出了屋内 追击软红玉而去 红军焕自己则是腾空而起 手掌化作淡蓝色 直接拍向了李云霄 李云霄脸上一片淡然 但是牟子内的杀鸡 却是让人望而生畏 戒神碑直接浮现在手中 当做砖头一样拍了过去 砰 红军焕一掌拍在戒神碑上 顿时觉得自己手中传来剧痛 骇然之下急忙收回 整个手掌变得血肉模糊 他惊骇不已 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就看到那戒神碑化成一座小山 碾压了下来 鼠子竟然敢小瞧我 红军焕的两只手臂 顿时变得粗壮无比 一柄沉重的大砍刀握在双手上 大喝一声就朝着那戒神碑斩去 砰 砍刀斩在戒神碑上 距离反正而下 砰砰 红军焕的双腿直接被压入了地面 一尺有余 满脸浮现出震惊之色 他的一招刀芒至少也有万斤之力 可开山破石 而且手中的战刀更是凶猛的斩击玄气 普通的九阶玄气撞击之下 也要受到重创 但是这戒神碑好像没事似的 依然死死的压在战刀上 而且越来越重 红军焕的两只手臂上 青筋一条条的蹦打出来 却还是被压得渐渐不支 哼 李云桥冷哼一声 直接一下顺移到戒神碑上 大戒神诀在手中展开 那世界之力轰然浮现 开始吞噬战刀上的光芒 无穷重力也成倍增加 什么 红军焕骇然的失声一叫 他看到自己手中坚硬无比的战刀 直接被压弯了 手中传来的力量 似乎一下子翻了数倍 再也抵挡不住 整个人轰隆一声 就被压入了地面之内 整个小院方圆百米都在这一阵之下轰然倒塌 李云桥一击得手 也不继续攻击 而是收起了戒神碑 化作一道雷电 朝着阮红玉等人的方向而去 他现在最重要的便是保障阮红玉等人的安全逃离 至于红月城的账可以慢慢来算 就在不远之处软红玉众人陷入了包围 正是红军焕带来的那些舞者 其中还有庶民中阶五帝将一干女圈都压制住 死 李云桥抱贺一声 十一瓶北天寒星剑破铁而出 化作巨大的金色剑符 凌空而下 剑云化雨 他一声轻贺 那剑符顿时散开成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剑 如同一根根的细针 凌空纷纷洒下 斜风细雨在空中吹开 形成一道道细小的龙卷 啊啊 不断的有惨叫声传来 那些五帝修为以下的存在几乎是顺灭 即便是低阶五帝 在这细雨渐气之下 也是京剧的苦苦之称 不敢有丝毫大意 整个女眷之中只有软红玉一人是高阶五帝 要维护众人的安危已经是应接不暇 内心焦急无比 直到看见李云霄出手 这才松了口气 他同样是心中大振 李云霄此刻出手的威势 竟然不在自己之下 他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投去了一个感激之色 便带着众人继续飞奔而走 大人 他们要逃了 快追 燕心华混在人群中 一直是出功不出力 眼睛最尖 一下子就惊叫了起来 李云霄眼中杀机一闪 直接瞬移在他的上方 拿起雷锤就敲了下去 轰 一道雷霆阵响 万千雷电噼里啪啦的散开 燕心华整个头颅直接粉碎了 一具无头尸也被垫得外焦内嫩倒在了地上 数字 休要小瞧我 一道惊天怒吼出来 一道光芒 凌空而下 红军焕愤怒的咆哮着 战刀凌空就朝着李云霄斩下 那刀芒 横空而起 将整个夜色照耀的如同白昼 大片的民房住宅在这刀器下直接尽数化作粉末 红月城的一干五者也看得心惊不已 在几名中阶五帝的带领下继续追击软红玉而去 李云霄眼中寒光一闪 葫芦小金刚从眉心飞了出来 立即化作巴掌金刚 凌空一拳迎着刀芒轰了上去 冰煞心艳在拳风上浮现 如同一朵晶莹透彻的小花 在漫天凌压之下傲然开放 砰 战刀直接斩在葫芦小金刚的拳头上 狂暴无比的力量 瞬间席卷开来 葫芦小金刚整个身体发出强大的气韵之声 在空中不断嗡嗡作响 同时被距离震飞了数百米远 李云霄也不恋战 化作一道雷电就往远处顿去 一下子就到了葫芦小金刚的身边 将其收入体内继续追着软红玉而去 红军焕一展之下脸色微变 刚才那刀芒之下的感觉似乎斩在了极为坚硬的铁板上 震得他手臂发麻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身上竟然有如此多的真奇异宝 红军焕脸色阴沉了下来 扛起战刀准备再追上去 突然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了战刀的刀刃上 顿时露出了极度震海之色 整个人呆若目击 只见那战刀的刀锋上截出了一层薄薄的冰 仔细望去 却是在不断的跳跃如同火焰一样 而且让他大惊失色的是 那冰液正在吞噬着他的战刀 而且被烧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缺口 这 这 红军焕呆滞在天空上 他的战刀可是极不寻常的材料炼制而成 是专门用来硬砍的旋起 坚固程度难以想象 竟然被火焰吞噬了 而且看样子 那缺口还在不断的扩大 他脑门上冒出了冷汗 急忙将地气灌入刀中 要将那火焰震灭 却骇然发现 自己的地气一触及那冰雁 立即化作虚无 撤 无物不烧 红军焕彻底的傻眼了 他猛然大喝一声 一道全盲 就往那刀锋上震去 这一道菜是一道菜 这道菜是一道菜